好 持续电影关心长台康瑞的最新状况 现场可以看到在赤柯山的产业道路这边 现在是摆起了三角追还有这个道路封闭的牌子 那也拉起了这个封锁线跟这个警示灯 来进行了这个预警性的封闭了 就是因为到了晚间其实这个风雨是有开始慢慢明显的在增强 那也担心说山上如果雨势或是风势太大的话 可能会造成这个土石流的意外真的是相当的危险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产业道路的旁边就是一个露营区 虽然现在这个灯还亮着 但是呢里头都是没有人 而且店家呢也是没有营业的 疑似就是受到了这个台风的影响 所以呢现在是暂停开放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会进行这个预警性的封闭 就是因为花莲很多的地方呢都像这样子 可能会在这个土石流的这个警戒区 或者是大规模崩塌的这个潜市区里头 所以呢也可以知道说花莲这一边呢 他们现在做这个预警性的封闭 就是担心说这个雨势是一阵一阵的 如果车子上去的话 这个土石掉落下来呢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 那再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明天是这个停班停课的 所以没事的话真的是不要出门了 必要外出的话呢 也要扫心自身安全